字幕志愿者 杜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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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快已送完这些货 我真是一个很出色的速递员 快快回家一起顿头 这么大盒东西 这是什么 這是什麼?我中了一場? 這裡急急快遞,我叫阿成,有什麼幫到你? 你前面是不是有很大的包裹? 你現在打開它 沒錯,你打開它 這是手拉車 給我做什麼? 作為一個速遞員,揹著這麼多件貨 一天來來回回這麼多次 失步的關節,只要承受沉重的體重負荷 很容易引致關節退化 要用適當的輔助器具 像手拉車一樣,而減輕失關節的負荷 還要留意正確的提舉搬運姿勢 正確姿勢我知 雙腳要分開站立 一隻腳踏前,另一隻腳在後面 踏前的腳要指向前行的方向 當蹲下的時候,雙腳稍微分開和屈膝 保持背部挺直和身體平衡 要正確地握持寵物 最重要是將手臂緊貼身體 亦都要將貨物貼近身體 最重要是要用腿部肌肉法力 千萬不要用背部肌肉法力 以進行提舉動作 提舉的時候,不要心急 以免發生意外 你還要記住 不要長時間做屈膝和蹲下的動作 以減輕對失去的負荷 既然你都清楚了 那我的使命都達到了 蛤?你的使命? 我就是鼎鼎大門的職安偵探 你只要做好自己職業安全健康的本份 再推動給其他動事一起做 這樣就可以了 哦,原來是你 職安偵探嗎? 可以幫我簽個名嗎? 喂? 喂?